刑事調查隊 刑事調查隊第四隊案件主管 鄭麒雲 刑察 以下下來會就著三宗盜竊及以欺騙手段奪得財產的案件進行簡報 今年5月11日 黃國警區接獲一名職業為保險經紀的受害人報案 報稱同日在社交平台上有一個陌生男人主動接觸他 並討稱有興趣向他買保險 他們其後相約在旺角一間咖啡店去進行傾談 於會面之後 受害人發現他的信用卡有未經授權的交易 他亦都隨即發現他自己的信用卡已經不逆而非 他懷疑有人盜去他的信用卡並進行簽帳 於是報警 經過警方深入的調查及翻查大量的閉路電視 警方鎖定一個疑犯 並在昨天5月18日在黃大仙展開拘捕的行動 警方成功拘捕一名中國籍的男子31歲 報稱無業 而情報分析亦都顯示這個疑犯亦都顯示在另外兩宗 在今個月在深水埗區及觀塘區 以同樣的犯案手法針對保險經紀的同類型騙案 三宗案件現在交由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4隊去跟進 目前疑犯正被警方扣留調查 警方亦都不排除有其他人士會被拘捕 經過警方初步的調查 疑犯的犯案手法是相約保險經紀去進行會面 當他們去洗手間或者是離開座位的時候 他們就會偷走受害人的信用卡 並在同日用受害人的信用卡在不同的店舖 去進行未經授權的信用卡交易去購買電子產品 三宗案件的涉案金額總值大約73500港元 警方重申盜洩或者以欺騙手法去奪得他人的財產 是一個嚴重的刑事案件 一經定罪 最高的監禁是10年 請大家不要以身是法 警方亦都想在這裏提醒其他的市民 時刻保持警覺 留意自己身邊的財物 尤其是跟陌生人會面的時候 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最後警方在這裏呼籲 如果有任何的市民 懷疑自己受騙或者有其他的資料可以提供 請致電3661-8534 3661-8534 和旺角警區的人員聯絡 請問大家有沒有問題 阿姐 那個疑犯是否叫保險公司的公司 以及說他怎麽會想等他出來和他談保險 疑犯他初步報稱是無業的 相信不涉及任何保險公司的職員 至於其他也是我們的調查方向之一 請問三宗受害人 他們的職業是否都是保險經紀 其中是有幾多男幾多女 他們年齡是涉及幾多歲 以及最大一宗的損失壓是多少 即7萬裏面幾多 三宗的受害人都是一個保險經紀 其中他們最大的損失金額是大概3萬元 是否屬於受害人 這方面 因為案件仍然在調查當中 相關的方向 亦都是我們會去作進一步的調查去得知 是受害人的男女 三名受害人都是一個女性 三名受害人都是保險經紀 為何大家都是做保險 他們是分別在不同的時份 就是不同的時間 就被這個疑犯去商約出來 約了出來去進行這個傾談 然後再偷他們的信用卡 但是出來傾談 好像我身份是保險 他們有沒有說哪間有卡片 和對方受害人都是保險經紀 他們都是這樣容易受騙的 他們又 我相信現在的案件仍然在調查當中 相關的方向 其實我們都會有進一步的調查 之後可能會有其他的途徑 去告訴傳媒朋友 我就知道 好,謝謝各位知名朋友 多謝你們今天出席這個新聞合部會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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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謝謝 小明星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